对中国学生最有好的成效 你知道是哪一所吗 我来告诉你 那就是康奈尔大学 康奈尔大学位于美国纽约州伊萨卡 始建于1865年 是八大成效中最年轻的一个 康奈尔在排名上 并不是成效中最突出的那一挂 但reputation还是非常好的 不管是留美求职 还是回国找工作 都非常有认可度 康奈尔的校讯是 I would find an institution where any person can find instruction in any study 翻译成中文就是 任何人都能在此学到自己想学的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有教无类 由此可见 康奈尔是非常具有包容的大学 这一点也在他的留学身体上 体现的淋漓尽致 毫无疑问 藤校是每个中国留学的梦想 大家都一份藤校情节 而康奈尔作为最年轻的一所藤校 在每本的录取过程当中 是藤校里面录取率较高 规模最大 学科设置最全大学 也是最年轻最平民化的一所藤人藤 不那么分控 录取的学生类型也多种多样 而在研究生阶段 康奈尔对中国学生也非常友好 康奈尔的各种热门专业 应有尽有 给申请者的选择余地很大 比如作为S16上方线之一的 张森上院 下开车的管理学硕士 是管理类项目里面少有的STEMP项目 作为非常就业导向的项目 课程虽然只有一年 但是有三个Industry Practical 而且选课也比较灵活 可以选一些自己想读的课 并不是一味的只有管理类的学科 声音需要注意的是 这个项目有等同于Business Related Minds的先举课要求 可以看出肯定是喜欢Introductory少量升科背景的 表话方面也明确说了 Prefered to matter 此外该项目有春季入学 今年我们指南者也有一枚录取 同时IoY有一个NPC Management Accounting Specialization会计做事 这个项目一年制也是STEMP 虽然也是备考CPA导向 但是课程自由度比较大 不过和NYU会计一样 陈本不友好 天后海本和中外合作的路本 之前的size是20左右 20副扩超到了40 21副扩超到了45元 还有一个可以说是上课学生人手一身的专业 那就是Discent农业经济学院的应用经济与管理硕士 简称AEM 提供了就业导向的一年制MPS学位 和学术研究导向的MS学位项目 项目提供了不同的气氛方向 例如行为金融 行为营销 国际发展经济学等等 生年人数非常多非常绝 同样值得一提到康纳尔的金工项目 也是备受金工金属生育者喜爱的项目之一 一共有三个学期 前两个学期在伊萨卡主校区 最后一个学期可以去纽约曼哈顿校区 方便后续在纽约找实习 并且方便后续在纽约市里找工作 20Summer疫情下 实际上案例也百分之百 此外 项目从16年开始推出了一个 Financial Data Science Certificate 适合想要再多学一点ML或者DS内容的学生 一个经常被忽略的卡奈尔项目 那就是MPS in Applied Statistics应用的对于硕士 这是个偏就业导向的项目 一共两个学期 项目提供传统的Statistical Analysis方向 以及更偏Computer Science Training的Data Science方向 还包括了Real World的MPS Project 为就业做准备 课程内容非常实用 项目规模保持在一年40人到50人 对先用客要求不高 都是些基本的数学课 从我们的生意经验来看 项目对学生的GP卡的并不是很严 更看重学生的科研和行业应用等方面 说到统计 不得不提生物统计了 康奈尔的BTS开始在威尔尔康奈尔医学院 留学人在纽约 项目时长12个月3个Term 34个学分 Summer to Project 选修可以从统计系 CNELTECH等等其他运行选课 虽然项目设在医学院底下 但是课程上面还是比较偏数据分析和DS的 涵盖了R、Sircle、SAS、Person等等 还是没有那么的health 对于想要学数据分析 又想要腾效TATO Location还要不村的同学 这是个非常合适的选择 说了这么多 康奈尔还有很多不错的项目 比如说康奈尔的法学院 它也是美国T14的法学院之一 它的LRM项目也是中国学生比较能够到的LRM项目之一 还有康奈尔科技校区的ORIE Connective Media Information System等等 也都是热门项目 想要了解适合你的康奈尔项目 欢迎评论区留言